有個人陪我一起去學打球是很開心的 要多謝他陪了我這麼多年 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就會在這裏 我們小時候是透過小學的興趣班 當時就是碧球總會有一些教練來小學推廣 我們都叫做比較幸運 緊接著就可以參加看遠的明日之星計劃 接著就被人選了一些叫做地區精英的訓練 然後訓練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就很順利地進入青年軍 接著就打到現在 我們兩個的關係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我們做的事很多都在一起 即是經常相處的時間很多 自然的話題都多了很多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相處方面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住馬會宿舍 旁邊就是馬場 有時會起來看馬做神租 其實都挺無聊的 就是站在一個露台外 看他們的風神 但當時就會覺得很興奮 但現在就覺得 不知為何自己當時這麼開心 對 其實也不知為何 在打球生難 沒有了我姐姐 可能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因為可能有個盤 很多事情都可以聊一下 比如尤其是初學者的心態 就是想討論多點 你自己剛剛上手的事情 所以可能這樣會更加 增加我對壁球的興趣 去到之後 他的成績很好的時候 可能是給我自己一個 借鏡 可能覺得我自己也要努力一點 就是 可能希望有一天可以追到他 或者緊貼他的成績之類 就是 他是我弟弟就更加密切 我很多事情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跟他說 可能我不開心就跟他說 我開心就跟他說 跟他說話就可以 可能說一些埋怨的事情 很辛苦 各種事情都可以 就是一直看他打球 其實都會學到很多事情 因為男生本身都可以 每種事情都會給女生好 我會經常都想跟著他 如果跟不著他 他就會走了 這樣 其實他也有帶動我 要一直進步 在Bickup方面 而我覺得 在我性格上 是比較果斷一點 所以跟他一起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在平時生活上 尤其是出去比賽 可能搭哪輛車 究竟要去哪裏 或者怎樣計劃一些事情 他很快做到決定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而且不用想太多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會有很多 有他在 GPS 就是GPS 我覺得是開心的自己拿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會拿得到我 可以說 我覺得他 入了決賽 我也覺得他夠 其實 對 我那一刻是 開心得跳起的 真的 他自己也 我跟他自己也沒有想過 會這樣 等他出來之後 他還說 我是否贏了 就是 他會這樣 我未試過 他會這樣問我 就是他贏完出來 會說 我到底是否贏了 就是 見到他自己真的沒有想過 我自己覺得 那天 發揮很集中 就是比平時 入到場 可能會比較 有很多 其他 就是太多想法 有時候 不怕 不知怎樣去贏 或者要做些什麼 但是那天 就什麼都沒有想 就是很集中 去打每一分 那個感覺 是 之前沒有試過的 那 希望之後 可以保持那個感覺 贏完 阿周冠軍那次 我 出去跟家超 就 沒有說話 只是一個 激獎 因為 可能我們都知道 大家 有多開心 所以 不用說 一個激獎就夠了 我想多謝家姐 一直以來 都這麼支持我 可能有時候 因為 始終我們運動員 都 有起有跌的 那 在我 可能算是低潮的時候 那 他 都有想辦法幫我 雖然 最後都要靠自己的 但是 起碼他有個心 他想著 幫我 可能沒有 沒有在那個時候 更加去 責罵我 或者是 令我的負擔更加大 這件事 我覺得 應該多謝他 要多謝他 陪了我 這麼多年 是 一定要的 還有 都有一些 做了我的垃圾桶 我經常都 可能會說 很辛苦 都會有很多 新的東西 給他 當然有些開心的 都要不停 跟他分享 可能他有時候 會覺得很煩 但是他都會 都會靜靜地 起碼都聽我說完 不是說 每個人都會 真的 在你身邊 會真的 聽你說話 會令你開心 所以 其實這件事 都要多謝他 還有 平時 很多事情 他都會提點我 所以 希望你 繼續努力 對 對